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那个 你光是讲卡萨布兰加 人家是什么东西啊 或者说这是一个大臣 我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说北非谍影 谍报的电影 他那个间谍影 我们就说那个影子 反正就是错综复杂 这个有意思 原来是在讲北非那边发生的情报 一些特工情报 就是那种鬼影重重 那表示这个电影 那至少你就大概知道 这不是喜剧片啊 不是歌舞片啊 不是科幻片啊 不是科幻片啊 也许是悬疑片啊 当然可能有爱情 你就大概了解 那第三个 卡萨布兰卡的意思就是这个 这是一首很有名的西洋歌 一首英文歌 卡萨布兰卡 但这三个都相关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北非电影就是演 加萨布兰加那边的故事 这两个就有关系了 那这首歌呢 虽然是写在这个北非电影之后 大概40年了 可是呢 有关系 为什么呢 他就是 写这首歌里面很多歌词 就是正在看 看北非电影这部电影的时候 这歌词在写 所以三个都有关系 那我们先看这大胡子呢 他叫Bertie Higgins Singer 就是唱的人 歌手 Singer 唱歌子 那这个人呢 他这个 蛮有趣 你看他这样子 你说 他好像也 当然皮肤这样 照片 色彩的关系 有点黑 可是他也不像黑人 看着皮肤红的 当然不是印第安人 不是黑人 不是印第安人 可是美国人 美国人比较白啊 轮廓 好像也不太像 没错 这种就是混血了 就是看不太出来 那他是美国人 是美国 美国籍的 可是呢 他就是 所以美国很多 他血缘 就没有美国人 没有美国白人 那只有印第安原住民嘛 所以美国白人跟黑人都不是原住民 都是移民的 当然白人是移民过来的 那黑人运气不好 被绑票 被绑架 被卖过来的 那他呢 Birdie Higgins 他是有什么呢 他当时是美国人 可是他没有美国血统 也正常啊 就没有美国人 美国人最早大概300年前嘛 都是从欧洲大陆来的啊 所以呢 他有葡萄牙血统 葡萄牙 还有爱尔兰 还有德国 可实际上应该还有别的啦 你不然说德国 你说德国就是一般金法的嘛 轮廓很深的啊 爱尔兰也是 你看爱尔兰也算是英国旁边嘛 那葡萄牙人也是白眼了 可是他这个有点不太像 所以他应该还有别的 应该还有别的血统 那至少他是葡萄牙人 爱尔兰 德国是血统 那他的那个德国的 那个祖先就有名了 他的那个 哇 这个很难算了 曾 曾 曾 祖父 哇 这好几代 这个五六代以前了 是德国大文豪 德国算是数一数二有名的诗人 叫戈德 哥德 哥德呢 当然有些人听过 有些人没听过 他最有名的 当然他写了诗啊 写了剧本啊 写了一大堆散文文章很多啦 那其中一个代表性叫福士德 或者叫福士德与魔鬼 就是一个科学家 跟那个魔鬼 他出卖他的灵魂 然后他要换的一些东西 所以那个就是 一个代表一个人性 所以好的文学作品 他是抽象的 他不是专讲一个事情 而是他可以扩大的 很多人都适用 是他一个普世价值 一个代表性 或者一个探讨 人性 人性善恶面 人性的脆弱面 所以福士德与魔鬼 就这方面写了很多 就像那个 那个 to be or not to be 哈姆雷特 这种 可是你表面上看 这故事好像也没怎么样啊 剧情也没有太特殊 也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 没有战争场面 可是往往 好的东西 他不是在讲这个 他是在讲一个人性 人性面的东西 好 那我们来看看 他的歌词 I fell in love with you 我和你恋爱了 watching Caserblank 好了 就跟了北飞电影有关系 就是 我跟你 当然这你一定是女的 一定是女朋友啊 不是太太啊 因为太太就不会 早就老夫老妻啦 也不是路人甲啦 就是女朋友 而且是刚交不久的女朋友 带一个女朋友去看 北飞电影这部电影 然后看电影的时候 很有感觉 那时候觉得 我们已经坠入爱河了 然后back road 就是后一排 路就是一排一排 在后排呢 driving show 就是driving 就是我们说 汽车叫开车嘛 driving就开进去 什么叫开进去呢 就是外国有很多呢 driving restaurant 就是说 你要点菜 你不到餐厅吃 你 那电影上很多啦 你就是 车子 你就 你就稍微停 也不要熄火 或者熄火没关系 就是在他那个一个 像售票亭一样 你跟他点菜 然后 待会他就 他就拿给你 或者叫你 点好 你到旁边 先离开一下 然后后面人点 反正就是driving 那 电影院也有 这show 主要是指的 这个电影院 就是我们一般 讲的那个野台戏了 在乡下 就说他们搭一个荧幕 大荧幕 然后车子开下去 也没有座位 那因为亚洲比较少了 因为他们很早就 欧美很早就汽车 所以你汽车呢 你就停在那个大荧幕 临时搭了大荧幕前面 远一点没关系 反正荧幕也蛮大的 你就 你就透着那个 汽车的窗子 就在看 他们有一些抖篷车啦 没有抖篷车 开开冷气 有抖篷车 就把那敞篷车 打开 就是这样 比如说一男一女 在里面看 你也可以在附近 有卖小吃的 买点可乐 买个什么东西 在里面看 那有的时候 是现场就有声音 那有的时候 会吵到人家 那邻居 有的人会抗议啊 晚上看嘛 有时候看到11、2点嘛 邻居睡觉受不了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 他们那个声音呢 不一定是现场放 有时现场是荧幕 那个画面出来 然后他会告诉你 频道 然后那个频道呢 就是在你的车上 都有收音机嘛 你收音机自己去听 那也有这种东西 他们就坐在 那个车上的后排呢 flickering light 就是闪烁的灯光 那什么灯光 就是荧幕嘛 在播的时候 一定要一下 明一下暗 就好像灯光再闪一下 就是他跟女朋友 去那个露天电影院 坐在车上 看北非电影的时候 有恋爱的感觉 然后popcorn 玉米花呢 跟可乐 Binny Star 在星空下午 我们喝这个 可乐跟那个 吃爆米花 Bkin 就好像是 Champagne 叫一下喝香槟 还有鱼子酱 Caviar Champagne Caviar 因为跟女朋友在一起嘛 清水变鸡汤嘛 可乐就像香槟一样的美嘛 你要是跟一个丑女 跟你姐姐 跟你妈妈 跟你女儿 那感觉就不一样 那么香槟就像可乐 这个意思 然后Making Love 然后可能看完电影 就是在那个夏天嘛 可能找个 找个什么 汽车旅馆什么东西 就做该做的事情了 然后第二段 I thought you fell in love with me 那我认为 你也跟我恋爱 因为前面说 我觉得我跟你 追入爱河啦 有感觉啦 那第二段就 我觉得你好像也是 那不然的话就单 就是单向的嘛 那个 那Honey Hands 我们两个手牵手 这个它是简写 因为它唱的时候 少一个音比较好唱 本来是Beneath 在什么下呢 在Paddle Fans 那这边它就是进入 那个北非电影的一个情境 因为北非电影如果看过呢 就是它主要发生在 那个男主角开的一个 酒馆兼赌场里面 它电风扇呢 就像我们这样 Paddle就是 传的那个滑奖 因为电风扇 那个老式的那种呢 就像姜片 叶片 好像蒋一样的 在Fans 电风扇 它不是粉丝 Fans也是这个 所以一字多异 然后在Rick Rick就是北非电影的男主 叫Rick Rick Rick的一个 Candle就是蜡烛 这个LED 过去分是蜡烛光 就是因为它里面 有摆很多那个蜡烛嘛 因为他们的小餐桌 小餐桌上面 就是 因为上面有电灯 小餐桌上面 要摆烛光 烛光的 Cafe就是小餐馆 就比Restaurant小一点 就我们一般讲简餐 但它里面也有毒馆 然后Head in the Shed of Found a Spy 然后我们就还要躲 因为北非电影里面就是 就是那个德国啦 法国啦 美国啊 反正一大堆国家 这么 电影重重 我们还要躲那个间谍 Moroccan 就是我们说摩洛哥 摩洛哥的形容词 Moroccan Moroccan Moonlight in Your Eyes 这个 就是摩洛哥的月光呢 在你的眼里 所以这第二段呢 就是整个已经进入了 看电影 进入那个北非电影的模式 它自己幻想 比拟 Making Magic 然后像变魔术一样 AdMovies 在我的 我的老式的雪佛兰 我们这边雪佛兰 美国那个大车子 雪佛兰 平民车 卖的不贵 车子很大 好像在变魔术一样 我们穿越时空 回到了四十年前 我们那个电影当中 然后这边就是 就是 就是引用了 那个北非电影里面的 很有名的叫 As Tears Go Buy 那个里面的一些台词 一些歌词 一个吻 还是一个吻 In Casablanca 那当然这个 你要看过的电影 会比较好了解 因为男女主角 他们的爱情也是 也是太复杂了 很凄美 但是这边 没办法 没办法去把它讲出来 因为 没办法三言两语 But the case is not a case Without your side 但是 跟你亲嘴的时候 因为人对嘛 那个相吻无比 如果不是你的 如果没有闻到你气息 那吻就根本不像吻 如果是跟别人接吻的话 就不像 Please come back to me 来回到我身边 在Casablanca 就幻想他跟女朋友两个 就好像男女主角 Rick 跟那个女主角非常漂亮 高大 是英格力包蔓延的 就两个比拟 I love you more and more I stay as time as go by 那就比你成他们男女主角 人家有看电影 都会把自己想像男女主角吗 如果跟太太 跟女朋友 就把他比你成女主角 人家都有这种 拟人法 把自己投射上去 I guess there are many broken horses 因为Casablanca 这也是看到电影 有很多伤心的人 因为他那边主要是很多难民 要准备 要偷渡买票 先到葡萄牙 然后再到美洲大陆 但是很多 因为机位 一票难求 飞机少 所以很多那边伤心 当然还有别的很多故事 You know I never really been there So I don't know 但是呢 男主角 这个歌手呢 Berlin Higgins 但是我们 40年前 可能还没出生 他到现在已经 有年纪了 可是他写着我歌的时候 还蛮年轻 搞不好那时候是刚出生 没有应该 他是讲二十大战 应该还没出生 所以 我没有生理情 不知道 I guess our love story We'll never be seen 我想我们爱的故事 可能 也不会被人家知道 On the big one Silver Scream 在这个大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北北电影的故事 谁都看到了 电影上播了 但是我跟你 我们在车上 我们看电影 可是我们两个 亲亲为我的事情 因为我们没有搬到 大萤幕 所以人家都不知道 我幻想我们是男女主角 可是真实的 我们两个的爱情故事 人家不知道 因为我们不可能 搬到大萤幕上 But it hurts just as bad when I had to watch you go 但是呢 当我 让你走的时候 我心里也是一样的 很难过 Bad 可以当难过 当然这边就有梗 因为北北电影里面 最后男女主角是分开的 所以特别凄美 如果两个在一起 白露鞋了 生儿育女 从此一家过 幸福快 人家看完就忘记了 可是呢 两个很凄美 到最后的时候 本来可以一起走 男主角是因为大爱 女的要跟他 可是那故事我们讲不完 但是那男的是因为大爱 所以让他去跟一个革命的一个 革命的一个领导者 让他走了 所以他才会叫七美 所以这边有梗 就说 我让你走 我心里很难过 那是不是说 我们迟早 待会你要回 因为我们还没结婚吗 是不是你要回家了 你可能还跟父母同住 所以我们不管看完电影 做该做的事以后 还是要让你走 是不是有点 把它比拟成 电影里面的情节 这边又是重复了 but the kiss is still a kiss not a kiss without your side 然后又回来 那这个基本上重复 所以我们这边就了解 这个歌 是在看 跟女朋友在看 这个北非电影的时候 那么他想东想西 想了一下 那刚好 他跟他女朋友 那时候在恋爱热恋 就把他投入到 那个北非电影男女主角情况 而北非电影又是真的是 电影里面是发生在 北非的 摩洛哥的第一大城市 不是首都 第一大城市的Casablanca 是三个有关系 所以我们以后在听这首歌的时候 听他原唱 他就是他这个写照 那我们在唱歌的时候 如果我们有机会唱 我们也进入那个 或者你也有女朋友 或者你有太太 你也幻想一下 然后如果有机会看看北非电影 那感人的不得了 保证你看两三次都不会腻 然后你唱这个歌的时候 又想到北非电影 那你的感触 你的感觉 感情的成本就会更多 唱起来会更有味道 今天讲到这里 我讲到这里 有个大城市 都不会有 可能 我们都不会是 可能